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 最近有观众向我建议买入TMF 每个视频都来留言评论 说TMF如何如何的好 那我今天就说一说这只两周前还在5块钱 这周变成了60块钱的ETF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TMF,这只债券ETF 我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是讲过的 它的名称是三倍做多20年期以上国占ETF 光从名字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只杠杆ETF 它有三倍的杠杆 既然是杠杆基金 就有每天磨损的必然特征 杠杆基金长期下来 每天因为结算的磨损是相当严重的 如果拿着时间太长 就会受到这种类型的伤害 但短炒还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标的资产是20年期以上的国债 这类别的资产 有一只我比较关注的ETF 叫TLT TLT是没有杠杆的 拿的投资组合全部是20年期以上的债券 在利率下降周期 长久期国债基本上是必然上涨 如果TLT能涨 就不必去持有三倍的TMF了 虽然赚钱的效率低一点 但是风险也小一点啊 你知道TMF的杠杆有多大吗 首先 20年期债券对利率的敏感度就可以达到10倍以上的杠杆了 利率升或者是降1% 20年期债券就可以降或者是升10%上下 这已经有了10倍杠杆了 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3倍的杠杆 那岂不是利率变动个1% TMF就要变动30%了 这种ETF作为赌博工具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作为投资工具还是非常危险的 在12月4号TMF合股十合一了 现在的一股像大约是之前的10股 合股之后股价当然要付全10倍 所以之前5块钱等于现在的50块 所以这就不要涨了 这是合股的付全效应 那么为什么杠杆基金要合股呢 正常我们看到拆股的都是涨多了 一股拆成好几股 股价降下来继续涨 比如之前特斯拉 谷歌 亚马逊等 而合股的总是因为跌多了 合一合继续跌 比如恐慌指数ETF UVXY 就是不断的合股下跌 再合股再下跌 TMF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拆股 而今年来了个合股 你说他为什么合股 我个人认为 如果预测利率要进入连续三年的下降周期 买TLT也足够了 不要把杠杆上那么大 看好纳指100 看好标普 你买QQQ SPY 也足够了 不必动不动三倍杠杆 最近几期节目 重点提到的Costco 今天公布财报 之前预测Costco可能会派发特别股息 这次真的宣布了这项利好 特别股息将是每股15美金 2023年12月27号除权之后 要到1月12号才会到账 这笔特别股息相当于股价的2.4% 加上长年都有的股息0.6% Costco这家公司是真正回报股东 一季度美国门店销售额增长2% 加拿大增长6.4% 公司总的销售额增长3.8% Costco一季度每股收益3.58美元 比分析师预期高出18每分 但暂时还没有看到会员卡涨价的消息 因此股价在盘后表现一般 接下来说一些消息 美国11月零售销售额数据公布 这个是被称为恐怖数据的一项经济数据 最近却一点也不恐怖 11月份零售额增长0.3% 强于10月份0.2%的跌幅 也好于道琼斯预计的下降0.1% 零售销售额增长而物价放缓 显示出美国消费支出具有较好的弹性 美国经济有希望保持既要物价稳定 又要维持充分就业 还要经济稳重向好 三重目标啊 实际上暂时看不到什么大的风险 而利率走向开始走平并下降 这样的环境下 美股迎来比较好的窗口期 这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看空的理由了 那不看空 但是想参与股市 却无从下手 苹果冲200美元大关 其他科技巨头不是穿历史新高 就是涨幅不小 等人们回过神来 市场上已经没有便宜的股票可以买了 等到短期利率也开始下降 那些货币基金短期债券和银行存款的利率下降 那么资金就又要寻找新的出路了 美股最好的公司股价已经没有便宜可占了 但还是有许多中小盘股仍然在底部 一直没有任何表现的机会 而中小盘的代表指数就是罗素2000 美股三大指数都串了新高 罗素2000属于第四个指数 平时我这边都是忽略不说的 但根据美国银行的报告 美股小市值股票即将迎来机会 美国银行策略师指出 低价股是折价板块 而大盘股是溢价板块 超级大盘股溢价更多达到27% 意思就是科技巨头是太贵了 而小盘股仍然在打折促销 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 美国银行认为 市盈率是低于长期平均水平的 以现在的市盈率来测算 罗素2000未来10年的年化回报率将达到11% 最近罗素2000确实也出现了放量上涨的势头 资金可能也没办法 只能去炒一些低价股 而不是去给200美元的苹果抬轿 对吧 新来的资金肯定不愿意去买200的苹果 心理上根本过不了追高这一关 但实际上苹果面临200大关 3万亿市值逐渐被接受 美股的天花板再次被打开 人们逐渐接受了3万亿的市值 也开始有人喊出4万亿了 苹果的市值相当于法国股市全部市值 用百元钞票堆积起来 可以从地面到月球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苹果突破200美元大关 苹果站稳3万亿之后 对微软来说打开上涨空间 明年苹果的空间计算产品开始销售 3500美元挺贵 但是我估计还是会销售一空 用iPhone15 Pro可以拍摄空间视频 并且在Vision Pro虚拟现实中观看 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将开始使用VR进行记录了 在苹果VR产品的相关个股清单中 Unity是一支开发VR游戏的应用平台 2024年极有可能占据一定的风口 但比较无奈的是 这支股票杀跌洗盘非常凶猛 根本不可能重仓石油 拜登政府表示 将对几十家的制药公司进行罚款 根据通胀削减法案 如果对医保患者收取的价格上涨速度 快于通胀率 就会对制药公司进行处罚 根据白宫消息 有48种药品在第四季度的上涨速度 超过了通胀率 在美国 CPI的计算是包括了药品和医疗保健的 打击药品涨价也是为了稳住通胀 最近医药股受到减肥药的概念提振 有一些个股行情不错 但减肥药这种东西 不能真正体现医药股的价值 医药股在癌症 心脑血管等方面 改善人们的健康 延长平均寿命 社会价值远高于经济价值 在疫情期间 凭mRNA疫苗一炮打响的mRNA公司 最近开发的癌症疫苗传来好消息 莫德纳和莫沙东合作的实验性癌症疫苗 如果与莫沙东Keter的疗法 联合使用 三年可以使皮肤癌患者死亡 或者复发的风险减少一半 莫德纳CEO表示 这款疫苗可能会在2025年 获得监管批准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这款癌症疫苗 在治疗黑色素瘤方面 受以突破性疗法认定 希望能加速疫苗的研发和审核 除了皮肤癌 莫德纳还开始了一项 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晚期试验 感觉越来越多的癌症 不再夺走人们的生命 MRNA个股 今天大涨之后冲高回落 成交量急剧放大 是一只难以驾驭的黑马 美股一直在串新高 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股市的游戏规则合理 不会变来变去 多空相互制衡 政府层面 则是尊重经济规律 重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 信息透明度 提前预期管理 不搞突然袭击 乱打黑枪 上市公司站在科技最前沿 真正创造着价值 而不是热衷于上市圈前 资本运作 财经博主客观分析 不为力是图 值得点赞评论和转发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